中间我们先今天2012年8月25日 非常高兴有这个机缘 访问到您 碰到您 最好我们三个朋友都对您有一些想请教的问题 那你不敢 那这样先开始 没关系 刚刚讲到你们很好奇的一个问题 也是很多人想问的 那这个问题没有一个 因为我们不知道当时他是怎么想的 这个问题就是当时中共为什么要镇压法国共同 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我们还得帮他找理由 其实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不对的 我觉得最根本的问题 会有一些表面上我们看到的 好比说我刚刚说的人数比共产党也还多 我当时 这是表面上看的 最实质的我自己觉得是因为 中国共产党他是无神论子 他一旦 他不只是迫害法轮功 他想要控制也迫害教会 所以在大陆有地下教会 有那个地下的天主教的 天主教的那个 天主教的那个信徒 是地下的 因为地上的话是由他来控制的 那个主教必须由他来挑 可是对一个信仰者来讲 这是觉得是不对的 这是不可以的 这是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 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他是一个无神论子 他对于任何有信仰的人 因为他认为说有信仰的人 他是控制不了的 可是他没有想清楚一件事情 有信仰的人他是对自己要求的 对社会的稳定绝对是正面的 可是他只想到说有信仰的人 是他控制不了的 这样你明白这个意思 所以说我们还 对我们生在台湾的人来讲 是一个很可笑的事情 因为我们还要去揣测一个 一个无神论者 一个想要迫害有信仰的人的一个政权 我们还要去揣测他到底是为了什么原因 这个原因是我们 一个善良的人 有信仰的人想象不出来的 想象不出来的 怎么会这样子呢 这个 不做这一点 我就比较好奇 我是60 我已经超过60 我受的教育阶段 因为你说你也是台湾人 我们受的教育阶段 过去都是那个所谓的人家讲的 仇匪恨匪 我对中共会做这种事情 在我感觉 也不是太意外 中共当初文化大革命里面 我们也被揭露了 我们听过很多这些事情 它不但是共产 它是独一 它认为只有共产党才能治理这个国家 这个在我们看来也是很可笑的事情 你好 你为什么不让人家选择 对 对 所以我是觉得说 你们要的一个切入点 法轮功来讲 一个切入点 他在那里面 他提到的是信仰自由 可是我们一般听到的那个法轮功 其实他在外面讲的那个法轮功 那个他只是讲说 对 又是练功 只是练功而已 那个跟神无关 那有神吗 法轮功是一个 他不是宗教 可是他是信仰 他信仰真善忍 他也认为法轮功的信仰里面 也是有神论的 法轮功认为是有宇宙的特性 宇宙有它的特性 有高于我们人这个层次的生命期 也有宇宙的特性存在 那身为一个法轮功的修炼者 他要同化宇宙的特性 也就是说他必须要修炼自己 要求自己 那用什么方式来要求自己呢 用真善忍的方式 因为真善忍是更高一层的宇宙的特性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法轮功是很明显的有神论者 法轮功也是认为 而且他有一定的偶像吗 没有偶像 有老师 有老师 那法轮功没有仪式 没有宗教的仪式 也没有说要固定的时间做礼拜 也就是说没有有形的东西 宗教上面有形的东西 可是它是一个信仰 法轮功的学义有坚定的信念信仰在那里 像刚刚电影里面看到的那个珍珍跟李祥春 他们在监狱里面能够承受这么大的压力 就是因为信仰的关系 那刚刚那个珍珍提到说他非常的痛苦 因为他写了那个转化的声明 等于说他背弃了他的信仰 这段经历我是跟他一模一样的 因为我在关押的54天里面 也碰到了类似的状况 也是一样的状况 这个也是我在那边最痛苦的一件事情 跟那个珍珍是完全一样的 你是在台湾接触到法轮功外 还是在别的地方 在台湾 在台湾接触 所以你在台湾相信他们讲的 所以 所以 那你在台湾有一个什么特别的指导员吗? 法轮功的 所以他们会来找你 不是 是 法轮功的信仰的方式完全是公开的 如何修炼法轮功的功法 还有如何去修心性同化真善忍的特性 在网路里面都有完全公开的内容 这个一切的东西都是公开的 所以说如何修炼法轮功的这件事情是完全公开的 那回到你刚刚的问题 另外一部分是 说他们为什么要找我 是因为刚刚 刚刚那个 李祥春的 那个状况是类似的 我有参与插播的事情 我有参与电视插播的事情 就是 为什么有人在推荐 我们下一场要开始了 那周恩生下一场的那个 会后做很麻烦 你五点十分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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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